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閃閃發亮 是人人羨慕的存在 但也是因為她的工作性質 導致問問夫時常找不到她 進而影響到彼此的感情 原先她回老家只是要看爸爸 沒想到眼前出現一個女子跟父親非常的親近 她馬上意識到這個人可能是一個危機 一個毀滅自己家庭的存在 今年已經準備接近尾聲 但國片可是接連上映 尤其11月的國片有不少特殊的題材 值得我們好好期待 但有一部國片的預告片 吸引了嘉義的目光 就是惡女了 基於畫面再搭配上勾心鬥角的劇情 在好奇心的趨勢下 就調了一個假日 近期遠瞭解劇情的發展 究竟有什麼樣的亮點 首先來聊劇情吧 女主莉美是知名的新聞主播 原先她準備跟男友結婚 卻因為工作繁忙的關係 讓彼此的感情生變 男友因此逃離她身邊 跟其他人搞曖昧 身心俱疲的她 決定去找她最愛的爸爸 沒想到竟然看見一個女人跟自己的爸爸非常親近 疑問之下 他們已經交往半年 甚至還倫及婚嫁了 為了確定這個女人是否圖謀不軌 莉美開始利用自身的職業 找出她的過去種種 這一場還真不得了 所有跟她在一起的男生都給過她不少錢 有些甚至給了好幾百萬 最終她們的下場都是燒炭自盡 身為新聞從業者的她 決定親自挖掘真相 一步步揭開這個女人的真面目 可她沒想到的是 原本她以為的真相 即使已經被他人嘲弄過 而案件的進展會如此順利 也是因為有人暗中出手 才導致何秀蘭被關進牢裡 自己的父親也因此上了命 為了還給家人一個公道 她親手撰寫的一部劇本 不是使她重返了新聞之上 還把幕後的人全數端上檯面 讓這些人付出代價 想問問大家 每天中午12點午休的時候 你會不會邊吃飯邊看新聞了解近況呢? 絕大多數民眾都有這麼的習慣 於是在有限的時間內 如何吸引觀眾們的目光 進而造就高收視率 就成了各家媒體的重點 於是有著聳動的標題 或是獨家現場畫面 會優先排到新聞的最前面 吸引你我目光 但你有意識過 如果今天所看的新聞 內容並不是真的 你有辦法辨別出來嗎? 新階段我們能接收到的資訊量 已經是過去的好幾千倍 我們根本還來不及吸收 就被強行灌輸全新的資訊 在時間有限的狀況下 透過新聞 來了解重要的大事 好像比較快 但有些媒體為了求收視率 杜撰一些假新聞 或是透過剪輯的手段 讓新聞變成他們想要的新聞 不只能贏得高層的讚許 還可以收穫大量點擊率 成為當時段的收視率冠軍 以上這種狀況還算是小case 但今天如果狀況升級成製造假新聞 來影響選情 那就真的很嚴重了 如何辨別新聞是否為真 我們得要養成一個習慣 去深入探討 而不是單看一面之詞 就輕易下結論 因為你所看到的內容 或許是對方刻意所為 想要讓觀眾們受到影響 進而做出不對的判斷 再來電影請來兩位實力派的女星 擔當重要角色 除了探討新聞產業的重要性 還有人生選擇的部分 美美生得漂亮又有才華 家中環境也不差 在各個職場上面都會有不錯的發展 反觀秀蘭一個來自南部的鄉下 每天為了生活而努力工作 即便買了價格不菲的名牌包 也沒機會讓別人看見 內心的空洞只有自己最清楚 當她意識到只要滿足男人的胃口 就能享有榮華富貴 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她轉變成一個 人人口中稱憲的好媳婦 不只下得了廚房 端出一桌好菜 在外還懂得捧男人的臉 你說她還能夠不受到別人的喜歡嗎? 在兩位女主的陳述與行為中 我們能夠清楚了解到 生長環境的不同 會深深影響一個人的行為 待見電影的中後段 立美認清自己的盲目 並發現事實的真相之後 她決定翻轉人生 成為一個讓人喜歡的女生 即便眼前的人事物 讓她感到不耐煩 但她依舊擠出笑容 掩飾自己的情緒 鏡頭只輕輕地帶到她熟練切著雲 留給觀眾們異議聲援的遐想 最後導演透過各種支線穿插 讓女主徹底的覺悟 不再讓自己深陷刻板印象中 決定跳脫過往 走出全新的自己 或許也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不該讓自己深陷在刻板印象中 一定要想辦法跳脫過往 走出全新的自己唷 總結 惡女是你今年必看之作 電影除了探討新聞產業之外 還將你我常見的刻板印象 玩出一個新境界 誰說看起來正派的人 就不會搞一些有的沒的 那些天生長相平凡的人 難道不該獲得應有的對待嗎? 你在看完電影之後 會不會好好思考一下 在面對各種人事物 該拿出警戒心的重要性呢? 我是嘉義 我們下部影片見